位于日本九州洛尔岛 万持续活跃的火山 阴岛 与当地时间28日下午1时19分 北京时间12点19分 喷发 火山会串升至距离火山口 约3400尺的高度 是去年4月以来最高的纪录 当地政府紧急颁布三级警戒 全国有用 阴岛 此次阴岛火山南越火山口 喷发 诸高高达3400米 阴岛火山喷发 触发三级警报 气象台 呼吁民众 远离火山 气象台表示 在火山口两公里范围内 会出现熔岩和火山岩滑落 并预计 洛尔岛 鹿屋市至宫崎县 日南市一带 将会由火山灰飘落 当地气象台表示 目前战亡地震 或地壳变动等 大规模喷发的征兆 日本是一个多火山的国家 一共有111座火火山 其中阴岛火山 是当地最为活跃的火火山之一 几乎每隔4至24小时 就会喷发一次 阴岛火山 原本是一座海底火山 伴随着火山持续喷发 岩浆海拔持续高于海面 形成陆地 并形成非常典型的火山锥 这座火山非常活跃 几乎每天都在喷发 但同时也会给当地带来了地热 使得当地的温泉非常发达 实际上像阴岛火山这样 几乎每天都在喷发的火山 反而对当地的威胁较小 这是因为火山喷发 是需要原材料积累的 底部的岩浆 房内的岩浆如果积累不够多 即是喷发 规模也不会太大 比如 这次引导火山喷发的火山灰高度 只有3400米 仍旧在对流程中 这意味着 这些火山灰会很快 沉降到地表不像汤加火山喷发 有一部分进入到平流程或可遮挡太阳 影响局部地区的温度 此次引导火山属于爆炸性喷发 产生了大量的火山灰 火山会沉降到地表之后 会污染地表碳水 还会沉降到屋顶和农田之中 给当地带来一定的影响 但是罗尔岛附近的村民已经习惯了 鹰岛火山的持续喷发 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政府发放的客户大 用来清理火山会 这些火山会会有政府部门回收 话说这个鹰岛当年大叔也去过 位于罗尔岛中心地带的鹰岛 目前仍有频繁的火山活动 在岛上随处可见的火山活动的痕迹 是个可以同时享受大自然环境 并了解火山爆发历史的岛屿 现在就让大叔给大家介绍 介绍这个岛的特色吧 几乎可以说 鹰岛就是罗尔岛的象征 原本鹰岛如其名一座岛 但在1914年的碰发过后 火山流出的岩浆将鹰岛及大禹半岛向凉 从此成为大禹半岛的一部分 由于四周黄海 岛屿与外侧有许多能够瞭望 整个绝美美景的景点 岛上有5000人的居民 目前仍住在平凡爆裂式的 喷发的火山三脚下 究竟为什么这些人还如此拒络了这么多的居民 那是因为火山活动带来了相当丰富的自然资源 不管是鹰岛萝卜等多样丰富农作物 还是许多全自幽浪的温泉 又或是景色又美的大智囊景观 都是只有在鹰岛才有独特的魅力 从过去到现在 与火山共生的岛屿变成了现在的鹰岛 以温泉的宝库而为人所知的鹰岛火山附近 涌出的多数的温泉 岛上居住的自不必说 同时也受到许多观光客的喜爱 像是能够瞭望到整个海景的露天温泉 或是轻松就能前往的猪汤景点 引岛上有各种各样的享受温泉的方式 岛上遍布许多可以当日振泡 或是留宿的温泉便利旅馆 大家将来有机会来这里旅游的时候 可以去慰劳一下疲劳的身体 也是挺不赖的 其实真正能对日本造成较大影响的火山并多 富士山火山就是其中之一 富士山也是一座火火山 目前正处于休眠期 它的休眠期让人非常担心 因此这次它沉睡得太久了 自从1707年大喷发之后 已经有300年没有动静 要知道是根据历史观察 富士山火山平均每100年喷发 一次平均喷发等级为VEI3 此次沉睡300年 对于日本民众而言绝不是一个好消息 出于日本民众而言 开始 出于永远好 異한테 出一定假如 出 Give United